好 有朋友就問微盟 他說 早安 兩位是蘇夏 早安 他是2013微盟 5元有貨的 他說最近見他就每天跌 我剛才拿一納他就反彈 他說怎樣操作好呢 有沒有機會回去買入價呢 他說麻煩你分析一下他的前景 其實分析前景 如果前景OK 他當然不用理智一點 即是貿巧一點點說 他的前景OK 就不用30多元跌到5元 你5元買日日跌 那之前都是不斷地跌的 即是你純粹看到他跌好急 反彈的時間去追 你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我們說現在的市況上 有些跌得很殘很殘的股份 未來也有機會出現這些走勢 如果微盟上現階段 都在走一個叫做 浪帝於浪的形態在 所以你問我應該怎樣算好 其實在我的角度上 就不會買這些股份 即是等於這一刻 剛剛我們說的斜股 你買了長城吉利 你贏了我就恭喜你 輸了 你問我怎樣算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多數都是建議你走 所以你微盟問我 我一定是建議你走 是 但是如果你從圖表走到上面 其實你擺一下擺一下 因為你5元的確不是很高的水平 你如果6、7元樓上 我覺得沒有忙 是 但你也有機會有條件輸小檔 是 做好風險本地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突然間減次又不好 但是穿4元的話 你是不是就一半 是 但如果不穿4元的話 有條件駁它上5元這些位置 打和就走 是 但是再升上去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化了 我覺得這樣搏 不是一件很理智的事 是 純粹有些泡沫的股份 跌得很差 突然就彈2、3、4日 你又去追 甚至可能升到6元 你是不是可以很準確地拿捏到 每次的反彈幅度 那就要好看技術走去炒 所以這些典型現在是能力炒股 我覺得你看基本因素上面 那些精準營銷 是 你未聞要賺錢才算 我覺得在基本因素上 不斷地燒錢 通常燒錢的股份 最終會出現什麼事 突然間配股 突然間要融資 甚至資金會斷裂 那就糟糕了 是 所以你問我未聞 做好風險本地 4元穿了就走 不穿4元就嘗試等他放假箱 是 等一等 你建議他現在 今早反彈半城